你们说我这个身体不好有病 我从来没有确查到 这次到北京 有一个很高明的医生 我们这些同修大概每一个人都给他看了 他也给我看了两次 这个中医 针灸 这个按摩 我听说很多人给他按 我都感觉到疼痛得不得了 痛就有病 他给我按过两次问我 我说不痛不痒啊 若无其事啊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真点 为什么没有感觉 我从来没有为身体操过心 没有为身体去想过 身体反而健康 天天为他操心的时候 病根 病悦 你病从哪来的 就从这来的 世间的一生比不上佛 佛是大以往啊 佛才是把病根找到了 世间人找不到病根 病根都在妄想 所以妄想不拔除 连身体都没法治照顾 怎么能念佛往生 所以不可以夹杂往下 这又不间断 那我每天念师父 师生佛号 不念佛的时候不是间断吗 佛号是间断了 佛心没有间断了 什么是佛心 念念利益众生 念念利益社会 佛心 如果有一念是为自己的 那是假装 那个不是佛心 没有一念想到自己 你就是真正做到不间断 虚空发迹 一切众生 我曾经跟诸位讲了 一个心 一个心 一个身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 这一次我到北京 证明了 我非常欢喜 叶局长 邀请我去参观 历史博物馆 最近展览一批山东青州新龙寺出土的文物 都是佛像 館长亲自给我们介绍 总共出土的佛像 大概有四百多尊 雕刻的非常精美 一千多年 里面有些彩绘 还没有透露 还看得很清楚 特别给我介绍一尊皮诺哲纳夫 是在八位时间的 在唐朝 还是以前 这个晋朝时候 大概有一千七百年的样子 古 他给我们介绍 皮诺哲纳夫身上穿的这个袈裟 袈裟每一个个子里面 有彩绘 画的是什么呢 是法界 最高的地方是佛说法 佛化界 下面一层一层到最底下一层的地狱法界 颜色 这个线条很清楚 他给我们介绍 他说完之后呢 我就告诉他 我说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是一个自己 一个神 这叫发生 我们的袈裟穿了每一个 这个子代表 每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族群 一个族类 多元文化了 静虚空变发界 无量的族类 不同的族群是一个整体 而且每一个都一样大的平等的 没有差别的 为什么两头有半个呢 有半个呢 告诉你 这后头还有啊 延长出去 无量无边啊 这不是半个是一个 这只切到这里 后面还有啊 无有穷尽呢 表这个意思 他们听我一说 也有所觉悟啊 所以我给他讲啊 这个佛像这一件衣服代表什么 代表尽虚空变发界 一个心 真心 一个心 本性 一个身 发生 我们天天搭这个意 都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意识别搭了 搭上这个意 虚空发界 是一体 这个多元文化了 所以佛教就是多元文化 而且三一 表发的意识 非常之浓 这个二十五条一 是代表虚空发界 静虚空变发界 一个体 七条一呢 你看各自就少了 条类就少了 好比什么呢 我们居住在这个地球上 整个地球 是一体啊 五条一就更少了 那一共只有十五个 代表什么 代表新加坡这个城市啊 这个城市里面所居住的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是一体啊 你看看这个味道多浓啊 我给他这些解释 他下一次跟别人解释 然后意思就是味道就浓了 这个里面有表发的意趣 在里头 我们参观许多的佛像 这个造像啊 有显著的不相同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佛随内也化身 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像 楠炎经常讲的 随众身心 印所质量啊 观世音菩萨 普门评里面讲的三十二印 印以什么身得度 就现什么身心 随内化身 随机说法 我们在出头文物里 全都看到了 这是佛法的教育 所以佛法没有定法 所以这个地方的身念 我们的概念一定要清楚 老了实实在念佛塔 念这一句佛号 如果真的是老实 古人也讲过 一夜念中啊 都居足迷了点十年 这个说法跟华言讲的一样 一节十度多节十一 周边寒荣 那是真正能够 其如境界 一清尽心 念这一句佛号 所以 这个静宗的微妙 世间人 羡慕学妙 不晓得 真正的学妙 都在极平常之中 所以经常讲啊 平常心是道啊 平平常常 可是平常这两个字 也不好懂 平是什么呢 没有高下就平了 我看你不如我 你就不平了 那我又不如他 这就不平了 平不容易 平是平等的 没有高下了 清是清静啊 没有污染啊 什么是污染 执着是污染 只要有执着 心就不清静 只要有高下 心就不平等 心就不平 尝试什么 永远保持 你们想想看 永远保持 你的平等心 那就是佛道 佛道就是佛心 从平等心里面 其的念头 就是佛念 其的行为是佛心 佛在经上 跟我们介绍 设法界 第一个因心 每一个法界 因缘无量无边 最重要的一个因 是什么 佛跟我说出来 佛呢 最重要的一个因 平等 菩萨 最重要的一个因 六度 原则 最重要的一个因 应缘 声闻 最重要的一个因 四地 天道 最重要的一个因 摄山 人道最重要的一个因 五界 下面是 出生 愚痴 恶鬼 是金灯 地狱 是晨慧 这是将 摄法界 最重要的第一因 平等 平等是佛心 平等是佛之因 平常心 是佛心 我们的心不平常 我们这个六道凡夫 这个心情 异常 佛心平常 所以平常心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他怎么会不往生 不但往生 平位高高啊 所以我们在 一切境远当中 学什么呢 学平常心 无论对什么样的人 四五都用平常心去看待 这些经文 我们常常念 常常听 里头的意思 实实在在讲 没搞清楚 所以不能够落实 到生活当中 落实到生活当中 真正叫修行 我们信 也能理解了 做不到 不能够落实 那个没有用啊 做不到 还是等于不信 等于不稳 真信真文 一定落实 一定做到啊 所以古德讲啊 平平常常 老老实实 这样念去 你就能成功了 话讲的一点都没错 但是 我们就是不懂啊 平平常常 老老实实 是个什么意思 以为自己很平常 以为自己很老实 啊 错皆如来 真实义啊 啊 末后这一句 为主无利 诽谤 正法 这个两句 古德 也讲的很多 哪些人不能往生呢 实在讲 无利都能往生 此地虽然讲的 唯出无利 无利后头加一句 毁谤正法 如果无利 不毁谤正法呢 他能往生 怎么晓得呢 《观无量寿经》里面说过 《观无量寿经》 集中五逆罪 临终遇到善之时 劝他念佛求生净土 他立刻就相信 就发愿 就真正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人也能够 哇塞 你还不要小看他 大概这样的人 往生品位不高吧 你要去读一读 《二舍世王经》 你就知道了 《二舍世王》 做的无利食物 你看《观无量寿经》上记载的 杀父亲 害母亲 破喉喉生 处福神学 都干了 但是他临终的时候 忏悔 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尚品众生 我们这才明了啊 往生是有两种修法了 一个是我们平常啊 依教奉献 移教奉献 移教奉献 积功累得 这样往生 一个是临终忏悔 完全看他忏悔的力量 《二舍世王》忏悔的力量大 所以品味一下就挺那么高啊 这也是 显示给我们看 对于造作其重罪业的人 不可以轻慢 为什么呢 说不定他临终了 忏悔往生 品味还在我之上 我还不如他 很有可能 这些都是诸佛菩萨事先 叫我们不可以轻慢 作过的人 不可以轻慢造作罪业的人 所以我们要以尊敬心来看待他 即使造无力失窝 我们还是存恭敬心 这个学普贤菩萨 礼尽诸佛 不可以轻慢 他造罪业 是一时迷惑 绝对不是他的本意 本意是善良的 本意是佛意 只是业障习气深重 加上外面的物源 他才会造作伪 我们决定不可以轻慢 我们决定不可以轻慢他 决定不可以小看他 我们的平常心才能嫌弃 否则一看 这是沃人造作沃业 将来要堕地狱 这个念头不好啊 不可以骑之重心 不可以动这个念头 那么这个意思还没有讲完 恐怕还要一次 还要一次 我们这个十八月 才能告一个段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此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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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先开金本 第十八月的最后两句 我们还是将经文 念一遍 我作佛师 设放众生 闻我名号 智星星耀 所有善根 新兴回向 怨生无果 乃至深念 若不胜者不取正觉 围处无力 毁谤正法 这一面 我们讲了好几次 实在是 弥陀大愿的核心 我们必须要有相当的认知 但是 对于我们 念佛 求生 净土 才能够产生 坚定的信心 不至于造成误会 现在 从日本 许多地方传来的 所谓本月念佛 祖师 祖师们提倡 是决定 没有问题的 传到后世 但是 许多人 去解了 祖师的意思 反而变成 念佛人的一种障碍 这是我们不能不明了的 所以 稳稳荡荡的修行 一定要依靠这一步无量寿经 所谓本愿 绝对不是只有这些愿 我们很清楚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每一愿都圆满的 还是其他的四十七愿 愿愿如是 这个才是本愿真正的意义 说穿了呢 确实就是这一愿 这个十八愿是核心的 十八愿是什么意思呢 其余的四十七愿 就是这一愿的注尽 四十七愿也不明了 这一愿还是没有搞透尺啊 那么这一步经 到底又是什么回事 我们同修们 在这听经听了不少啊 我们明了 这一步无量寿经 就是四十八愿详细说明 它有连态关系啊 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力 是四十 必须要解决到啊 我们齐心动念呢 还是为这个臭皮狼 这样能往生吗 不行啊 所以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建立 愿心发不出来 还要有意无意 再毁谤三宝 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 说念佛只要一本愿就行了 生念就能往生了 什么罪业都可以造 没关系 代业往生 害死人啊 古德给我们说 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业 那么由此可止 大方光佛华业经 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啊 这个明显地告诉我们 大方光佛华业经 就是无量寿经的诸解 那么整部的大藏经呢 就是华业经的诸解 所以华业里面说 一几十度多几十一 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 十八月里面最重要的一句 知心信药 我们想想 我们有没有能做到 你要做到了 那就是本愿念佛 没错 知心是真诚到其处啊 换一句话说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但心里头绝对没有一个杂念 才叫知心信药 决定不识 说的信阿弥陀佛 还信明文立养 还信五语六成的享受 这样掺杂在一起 这个不叫知心呢 与本愿完全不相应 自己迷惑颠倒 自害害他 这个因果被打了 末后这一句 我们尤其要提高警觉 啊 围除五语 诽谤正法 五语是最重的罪业 佛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五种啊 第一个是杀父亲 杀母亲 第二 害阿罗汉 第三 第四是斗乱神众 第五是其卧义 与儒来所 这个是 二世世王问五语经 佛说的 那么这个五种罪 二世世王都造了 华言家 所说的五语 意思 大致相同 它是 撒夫 撒母 害阿罗汉 破核核心 出佛神学 这个说法 一般修佛的同修啊 都知道 《地藏菩萨本愿经》 也是这个说法 为什么说这五种 是大你不道的 善夫害母啊 父母对我们有 生语之恩啊 我们这个生 得自于父母 能够长大成人 得自于父母的照顾啊 佛在经论里面 一再地教导我们 父母之恩 跟佛恩是相等的 所以佛陀的教诲 第一就是教我们 效养父母 知恩报恩 敬宗的同修 对于观经所讲的 修学基础 都非常熟悉 威西提佛人 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求生极乐世界的方法 世尊没有开始之前 先说经业三福 明白地教导我们 这个三条 是三世祝福 敬业真因 这一句话 说得很重啊 三世是过去世 现在是未来世 所有一切人 修行成佛 方法 决定 不是一种 所谓 无量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都能成 无上道啊 哪一个法门都能成佛 所以才说 法门平等 众生无有高想 我们对法门的选择 是因为 个人的根性不相同 选择 设合自己根性的法门 修学比较便利 这个要懂 法门平等 众生根性不平等 但是 无论什么人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是以 敬业三福 做基础 这个要懂啊 我们学佛 如果敬业三福修不好 换句话说 你基础没有 你的道业 怎么能成就 像盖房子一样 你没有地基 你不能 起房屋啊 没有地基 只能打个毛棚啊 现在打个帐篷可以啊 三福是监牢的基础啊 第一句 孝养父母 第二句 奉司司长 所以佛法 是孝道 佛法是私道 孝养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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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司重道 佛法从这里开始 也从这里圆满 成佛了 就是 孝道 私道 做道 究竟圆满 我们要认识清楚啊 那 杀父杀母 这个罪就重了 叫大逆不道啊 这是把你的基础啊 完全毁掉了 无力前面两个是亲 是孝道 后面三个是私道 你不能够孝养父母 你还杀父害 你不能够尊司重道 你还要杀害啊 老师 阿罗汉是老师啊 生团 是培养 私资的学校啊 就像现在的私范学校一样啊 生团是佛门的私范学校 这个里面培养私资 你把这个场所毁掉 破坏 佛 是我们根本老师 他老人家 智慧大 佛报大 什么人也害不了他 众生 也恶意对佛 提婆大多害福 撤福深血 让佛受了一点轻伤 流一点血 这个是可能的 重伤是没有办法 害佛的 但是他用心 太悟了 这个五种罪孽 诸位想想看 你看看 两个属于 孝道的 三个属于四道 跟进一三福 前面这个两句啊 一百八十度的相违背 多阿滴地狱啊 那么我们今天去 对父母不孝 这是长死 每一个人反省反省的 我们对父母所尽的孝道都不够 没有尽孝 但是煞夫汉母决定没有 可是对三宝里面所造的罪业呢 有意无意也可能都造了 你要害阿罗汉 阿罗汉在哪里你找也找不到 可是 跟阿罗汉等流的 就是真正的修行人 真正发心弘法的人 这些人 等同阿罗汉 他将佛法 不辞辛劳地 介绍给社会大众 推荐给社会大众 目的是觉悟一切众生 你要破坏这样的道场 你要害这些法司 这个罪业呢 跟无逆罪是相等的 叫但流罪 我们在 我们在 法奇菩萨 书圣 知药经里面 读过啊 读读读 地狱 佛在 经上说 无无逆罪 彼一堕无间地狱 一大劫中 受无间苦啊 这一个大劫 使一个大千世间 沉住坏空 时间之长 天文数字 造这种罪业 戒罪 亲众不同 从什么地方 知道他不同呢 看他的影响 深光 如果影响的深 灭光 这个罪业 就又要加重 不止一个大劫 两个大劫 三个大劫 十个大劫 四个大劫 千个大劫 都有 要看他造作罪业的影响 深光 来戒罪 非常可怕 前天 我们同修 送来一张 从电子电脑里面 传来的一封信 这个信上没有地址 我们也不知道 怎样回复他 信里的内容告诉我 念佛的同修 毁谤其他的法门 他说 他听到 非常难过 这个毁谤的人 说是我的徒弟 我的学生 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在此地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老师管不了土地了 父母都管不了子女 老师怎么管不了土地呢 现在讲人权啊 讲民主自由啊 他爱怎样就怎样 他不犯法 所以现在不可以用能力道德的眼光 来办事 我们只能说 我没有毁谤其他的法门 就可以了 别人毁谤 不干我的事 在过去 父母跟老师要负责任的 现在父母老师没有办法负责任 他不听嘛 从前不听犯法了 现在不听不犯法 在民国初年 大概在民国二十一二年那个时候 我还祭祀 我大概是在什么年龄呢 十岁左右的样子 这六十多年前啊 中国的法律还有一条 叫侵权处分 大概现在你们都不懂 不懂这个名词了 那个时候法律的有侵权处分 有这一条 有这一条啊 儿女不敢 不听父母的话 如果不听父母的话 父母到衙门去告状 我的儿子不孝 你们把他枪毙 那个法官拉来 不需要审问 离开枪毙 父母有这个权 为什么呢 父母都不要你了 父母是最疼爱子女的 父母不要你啊 可见得你这个社会无法容身的 你赶快去吧 那个时候清闲除分 到以后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这条法律取消了 从前这个儿女纵然做坏事情表面上还要服从啊 不敢得罪啊 怕父母一发脾气 要杀你你没办法 谁都救不了你啊 现在民主自由开放什么都讲人权 尤其是在外国 活有一年在九金山 也是我们中国人 有一个小孩出走了 立家出走 这个家里父母到这个警察那里去告诉 请警察帮忙 把小孩找回来 警察先问他 你小孩今年多大年岁 他说十六岁 不是十八岁 警察一听十八岁 你还找到干什么 每过十六岁就可以独立了 就可以立家出走了 父母就不能管他 十六岁以上就不管 十八岁了 你还要找他干什么 你看看有什么法子 我们要明白现代环境 我们只能够劝导 没有丝毫热缩的权力 听的人他喜欢听 喜欢做 他的善根福德因缘 他不高兴 他要任意毁谤 谁都不能耐他活 后来算总账的是因果 法律他不管你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心眼前社会的状况 我们自己要懂得 看到人 棒佛棒伐棒身 我们唯一由获掌念阿弥陀佛 替他消消灾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但是 同学们 大家在一起 学习花言 花言是世尊 最圆满的教学 有理论 有方法 末后还示范 给我们看 善财童子 他是代表一个修学大臣的人 凡是修学大臣的人 他的名字都叫善财童子 不论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都叫善财童子 善 是比较善根 这个人有善根 财是比较负德 弥陀经上讲 不可以少善根 负德因缘 得生必苦 所以善财的名号 是代表一个有善根 有负德的人 这个人就叫善财 五十三餐 五十三是代表菩萨的修学阶段 从试诸 试信 试信 试诸 试行 试回向 这四十个位置 回向跟登地当中 有加行 也算一个位置 试帝 等觉 妙觉 一共四十三个位置 是代表这个意思 叫五十三餐 这里面总共有五十五位善知识 代表我们现实社会 过行过夜 男女老少 就是我们从早到晚 所接触社会各种 国内的人物 在这个接触里面 锻炼自己 炼什么呢 将佛教会我们的三福 六合 三学六度 五无量方法 这法门就是方法了 乐实在生活当中 这叫行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我们一天到晚的生活 叫我们过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 在《华言经》里面叫做 佛华言 过佛华言的生活 念佛人是最标准的佛华言的生活 善才同志参访第一位善知识 就是念佛的一位法师 社大愿望到归极乐 你们想想的味道 一个开始 一个中介 自始至终 不理念佛 用意非常之深 每一位善友学一个法门 没有学两个法门 就学一个法门 一门深入 长时间的寻修 每一位修学人 他的态度自给谦虚 赞叹别人 没有毁谤 无论见到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是真诚的赞叹 哪有回报 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你才避免造罪业 为什么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佛说的 你要认为 这个法门好 那个法门坏 统统是佛说的 你不叫傍佛 这些法门的经论 喜欢这些 排斥那些傍法 自古以来 依照这些法门修行 成就的人有多少 圣贤圣 所以有意无意 我们都在造的时候 傍佛傍法傍僧 这样的人 不能往生 我们在华言里面 应当要学到 事出事间 一切法 各个第一 买油地儿 所以我们离尽的心 才生得起来 不会有较慢 不会供高 我在大众当中 我很特殊 别人不弱 今天讲特殊 佛法里头没有特殊 佛法里头是平等法 佛跟一切众 佛跟一切众生都平等 身佛平等 这个是大经里面所说的 总原则 总纲领 决定不可以违背 明白了 真正体会到了 不但是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平等 只有赞参 只有赞叹 决定没有毁谤 佛法之外 世间 还有许许多多的宗教 许许多多的学派 诸位要知道 业平等 这个平等 一般人很难体会到 身佛平等 这句话 诸位常听 经论里面 常常看到 生是众生 九法界都是众生 地狱跟佛平等 处生跟佛平等吗 我们眼睛里面 绝对不平等 佛眼睛里面看 绝对平等 只是形象不一样 像是假的 像不是真的 金刚金山说得好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性是真的 中门常讲 狗子也有佛性 狗子的佛性 跟释迦牟尼佛的佛性 跟阿弥陀佛的佛性 没有两样 一样的 一样的 他怎么不平等啊 佛从性上看 所以华眼睛才说 情与无情 同愿众之 不但是 有情众生平等 无情众生 知物矿物 也平等 什么叫一真法戒 平等真法戒 叫一真法戒 一真法戒在哪里呢 一真法戒 就在我们心里 佛见到 我们见不到 佛后一见到呢 佛平等一心 见到的是平等法戒 我们的心 极不平啊 所以 一真法戒 就在面前 我们都见不到 祝福如来 祝福从向上讲的 华眼睛 四十一位法神大师 就叫祝福 为什么呢 他们都见到 一切众生的真性 有情众生分上 称之为佛心 无情众生分上 称之为法心 法心跟佛心 一个心 他们见性 见性的人 心是平等的 没有见性的人 心不平等 心有高下 所以诸位修学 你自己有没有见性 从这个地方 看一眼 自己就明白了 不要去问别人 问别人 靠不住 现在 骗人的事情 很多 我有一年 在洛杉矶 讲经 洛杉矶有五个年轻人 这五个年轻人呢 自己以为开悟了 兵心见心 怎么知道呢 说是由西藏的 这些仁波切 给他摩顶收集的 这五个人呢 开悟了 他们 直搞气 目控一切 瞧不起人 我去讲经 难得他还来听 听完之后啊 要我给他 证明 他们是开悟的 我也看 摇摇头 你没开悟 他很生气啊 他问我 西藏仁波切 都说我们开悟了 法师 你为什么说 我没开悟 我说 我没有开悟啊 你来找我 你怎么会开悟啊 骗人的事情太多了 哎呀 开悟的人啊 心是平等的 他还有供告过吗 还要来找我麻烦